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连忙喊出了大帅 果然这两位是大帅的同事阿呆和阿瓜 提前一天来了 咪咪大方的打了招呼 就知趣的回礼屋了 望着这小妖精傲人的身材扭啊扭的 阿呆和阿瓜都看傻眼咯 大帅你可以啊 自己有老婆孩子了 还能金屋藏娇啊 到了夜晚 大家围着聊了起来 只是聊聊那怎么行 大帅掏出了两个黑乎乎的仙人长梗 说这个是强力麻醉药 曾经有个人吃了这个 把自己腿锯了都没有感觉 最后流血过多葛屁了 我们背着以防万一 然后就交给了咪咪保管 咪咪回屋藏到了自己的项链里 然后来了兴致 打开音乐扭了起来 这我的视线再也无法移开 咪咪邀请大帅一起跳 大帅却推脱了 于是咪咪就邀请了阿呆 阿呆那是一万个愿意啊 然后嘛 大帅现在有点后悔 刚才没同意了 这会儿脑袋上零星有点绿啊 看不下去了 直接扛起了秘密就回了屋 哎呦好霸道 其两人只能眼巴巴的看着 隔天清晨 大帅出去办点事 阿呆还在宿醉中 阿呆一看机会来了 准备了丰盛的早餐 就想趁机和秘密套近乎 可套的秘密尴尬症都快犯了 借口要收拾行李就回了屋 阿呆想了会儿 不能放弃这大好的机会啊 于是就进了秘密的屋子 这一进屋还看见了秘密在换衣服 阿呆假模假意的道了歉 然后淡定的坐在了秘密的旁边 继续套近乎 秘密现在就想逃啊 可是阿呆惊虫上脑 软得不行拉硬的 把秘密一把按在了玻璃上 准备那啥关键的时候 阿呆吃着零食走了进来 呃 三人愣了会儿 阿呆首先说 要么进来一起 要么把门关上 看着秘密恳求无助的眼神 阿呆吃了口零食 在美女和零食的面前 那必须选择零食啊 瞧这一口下去的特写 有人知道这零食拿买的吗 等到大帅回来的时候 秘密已经哭成了累人 大帅立马赵毛 老子才出去一会儿 脑袋上就顶了一片草原啊 转头就跟阿呆大吵了一架 等回来的时候 他又恢复了暖男模样 不怕不怕哦 这不是因为你太诱人了吗 新工作已经给你安排好了 就在加拿大 你的户口上也帮你转了一大笔钱 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哦 秘密一听不干了 他就想回家 大帅说那肯定不行 秘密也急了 说你不让我回家 我又打电话给你老婆 告诉他一切 大帅一听瞬间变脸 他最恨别人要挟他了 一巴掌上去就打翻了秘密 秘密又难过又委屈 光着脚丫子就跑出了房子 三人急忙都追了上去 哎呀 没跑多久就是悬崖 这下无路可逃了 大帅假装打给直升飞机 马上来接他回家 稳住了秘密 谁知下一秒 他就转身一推 秘密就这样摔下了悬崖 扑哧 身体直插进了树枝 大帅说 他知道太多秘密了 让他回去 能让我们做15年的老 加上秘密还想告诉我老婆 这个女人不能留了 其他两人也是傻眼了 眼看这事情搞成这样 也只能听大帅的指挥了 计划是先烧掉秘密所有的东西 然后以打猎的名义 把秘密的尸体处理掉 而此时都被插穿了的秘密 竟然奇迹般的醒了过来 哎 这个姿势醒来也是动弹不得 不过秘密接下来的骚操作 让我大跌墨镜 他先是够到了自己的打火机 点燃了树干下方的杂草 随着火焰燃起 树干被烧断 秘密就摔了下来 厉害了我的秘密 你不应该直接变成烤肉串吗 好吧不纠结 秘密摔下后就努力爬啊爬 眼看那三个渣男就要赶来了 他终于爬到了悬崖边 紧靠悬崖壁 视觉死角让秘密暂时躲过了一截 三人发现秘密不见了 也是有点慌了 连夜去车赶到了悬崖下 看着血迹 他们推断出秘密是自己醒来逃走的 那好吧呀 三个猛男对付一个受伤的妹子 妥妥的 于是三人顺着血迹 一路追踪到了河边 哎呦 秘密还是挺聪明的 知道不能留下血迹 选择了水路 这下他们只能缤分三路 沿河搜索 阿瓜骑着沙滩摩托 一路驶向下游 秘密这时也刚来到这 一眼就看到 阿瓜背着自己在吁吁 秘密看见石头旁边 有一把猎枪 也许有了枪胜算更大 他偷摸过去 刚拿起枪 阿瓜转身就发现了他 秘密也不迟疑 直接开枪 夸擦没想 哎 保险没开哦 阿瓜乐了 夺过枪 上去就是一顿胖揍 秘密被饱饱的喝了通 混着阿瓜刚刚吁吁的河水 此仇不报 非女子 秘密趁阿瓜玩嗨的时候 拔出他腰间的匕首 框框几下 阿瓜隔皮 沙漠的晚上格外的阴冷 秘密背着阿瓜的装备 在一块巨石的下面 点燃了一堆火 终于有时间喘口气了 翻了一遍背包 找到了一些有用的东西 和一瓶酒 秘密一口气全喝了 伤口的疼痛 让他忽然想起大帅之前 给他的仙人掌梗 从项链里拿出吃下后 嘿 瞬间来劲了 完全感觉不到疼痛 甚至秘密还轻松的 拔出了腹部的树枝 然后用剪开的啤酒一拉罐 烧烫后封出了伤口 而且还留了个帅气的老鹰纹身 绝了 我特意去查了一下 仙人掌梗有没有作用 别说还真的有 刑气止痛 凉血止血 解毒消肿的功效也 第二天清晨 阿代并没有去找秘密 而是留在车里睡大觉 起来去河边洗个脸 洗着洗着 阿瓜泡烂的丑脸浮了上来 来了个堆眼 吓得阿瓜没当场撅过去 然后哗啦哗啦的吐了个没完 大帅也赶到了 他倒是淡定 先处理掉阿瓜身上可疑的东西 然后无情的把它再次扔到了河里 阿瓜的死说明秘密 非但没有死 还反杀了 这些都是阿瓜下半身 不争气惹出来的 气得他把刚吐完的阿瓜的鼻子 都给打骨折了 还能怎么办呢 现在只能分散再去找了 秘密这边从噩梦中惊醒 就背上装备出发了 有了装备就是不一样了 从双筒望远镜里 他很清晰的看到了 远处两个男人兵分两路 那就好办了 他紧随阿呆跟踪过去 趁着他再加汽油的功夫 瞄准一枪过去 震中他的肩膀 巨大的后座力 也震得他自己弹出好远 不过他很快就爬起来 又追了上去 远处的阿呆就像一只惊弓之鸟 一路流着血乱窜 阿呆是真的呆 有车不开 偏要用肉腿跑路 还好他意识到自己的血迹 这简直就是给秘密指路啊 于是一狠心脱下袜子 包住了伤口 还不忘用嘴巴咬一下 嗯 熟悉的味道让自己清醒了不少 等到秘密追来的时候 阿呆已经不见了踪影 正在他四周查看的时候 咔 秘密的耳朵中枪 在一片巨大的耳鸣中 他强忍着疼痛 在一个拐角处 秘密不忘砸破一个玻璃瓶 没过多久 后面果然传来了阿呆惨不忍睹的助教 等阿呆拔掉脚下的玻璃扎后 这才想起自己是有车底 于是回头开上车一路追来 前面就是秘密了 跑肯定是跑不过的 他砰砰砰三枪过来 危急关头第三枪 正中阿呆的呆头 干得漂亮 这下就只有大帅一个人了 他来到聚合地 呼叫阿呆却没有反应 只能在沙丘中干等 足足等了一晚 筋疲力尽的他选择先回豪宅 整理一下就离开 估计是想着可以派人再回来搞死秘密吧 正脱光光洗个热水澡时 门外忽然有了响动 他急忙抄起猎枪 衣服也没顾得上穿 一通观察下来身材不错 阿呸 一通巡查下来 并没有人啊 可能是自己多虑了 他刚想坐下来休息会儿 落地窗外的景象让他彻底梦圈 那真是秘密持枪对着他呢 一阵紧张的对峙后 大帅还想开口稳住他 秘密却不想跟他废话 直接开枪 大帅腹部重弹 摊倒在地 接着还被强大的火力 死死的压制在沙发后面 决战开始 秘密手持步枪冲进了屋子 顺着地毯的血迹跟踪而去 绕到了一个拐角处 两人都停了下来 只要秘密走过去就是死 眼看秘密还真的要走过去了 忽然大帅的血流出了拐角 知道有埋伏 秘密决定从后面绕过去 可转过去后发现大帅又不见了 两人就这么来回折腾了好几圈 没想到秘密关键的时候 却被鲜血划了一跤 紧接着就被后面赶来的大帅 一枪托命中 随后就被掐着脖子来了个举高高 这时大帅开启了反派作死尬疗模式 能搞死主角的时候 他偏步 结果脱脱的被缓过来的秘密 一个黑心掏肺 接着捡起枪 蹦 这下真的是死摔死摔的了 满身血雾的秘密 缓缓走出了屋子 他凭借一人之力干犯了玷污他的三个大男人 远处直升飞机轰鸣声传来 本片完 好了都看到这里了 你订阅了没有 记得要打开小铃铛哦 么么哒 这是我姐说的公路恐怖片复仇战机 下一步更精彩哦 拜拜